又回到我們80後雲遊世界 今集我手上這張是甚麼來的呢? 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先前我們送了一張 這個…是甚麼? Borning Pass 對 即是直接一看就知道要坐飛機的東西 對 去體驗一下 怎樣去駕飛機的一個… 飛行體驗 飛行體驗 然後網上有位網友叫做Mimi 我們警訊地呼籲失物的陳人事件 他就說了他自己會要這一張 而他又從來沒有留過一個聯絡方法給我們 聯絡方法 想回網友 我們之前出了個帖文問他是否真的想要 他說他… 很想要的 I want的 應該是想要的 正常大家都很喜歡 I want的 I want的 Gary都知道 希望他可以留意我們節目 留意Fan Page 留意Fan Page 早點跟我們聯絡 快點聯絡我們 聯絡我 基本上 你加了我的Facebook 或者可以在Facebook上聯絡 留你自己的聯絡給我 會比較好些 因為不知道怎樣聯絡你 可以接收到我們這張 這麼特別的飛行體驗的機票 我們很歡迎 快點來拿回你屬於你的東西 但不然我們可能要讓其他更有興趣的 現在不如這樣 我們開放Fan Page 可以拿這張 我們看看在旁邊的快手 Mimi 其實我也等了他很久 不如這張東西 繼續放出來 大家可以拿 繼續留意 還有不要自己 inbox我和Ian 因為我們沒有洗橫手 因為公開一點 公開一點是 我們Fan Page 以為比較熟 就可以拿 我們是公平的 OK 今天請到Garry上來 為甚麼呢 Hello 上集說了太多 我不關自己的事 說不回 大家都有看就知道 我上集基本上 沒有位置進去 沒得說話 但我們是混遊 我不是混遊 我那天沒有混遊 是沒有位置讓我進去 沒得說話 今天就留下時間給我 你現在進去了 所以一星期 又一星期之後 我又回來了 我又要再說一次 我要幫你問上次 我還沒問過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上次 就是Garry 我想問問你視力的問題 是啊 可能很大人質疑 是嗎 大眼鏡 是嗎 是嗎 可以的嗎 通常人們會這樣問 好了 有甚麼問題 這隻是200 這隻是300 那也挺厲害 沒有問題 我告訴大家 其實 考警察才有問題 一第一 你不是空軍 第二 你不在大陸做 你沒有問題 空軍就不行 空軍那些不行 人家可能反傳 我知道 他們在花式那些 還有大陸做 為甚麼不行 大陸那些醫療很嚴格 大陸那些很嚴格 大陸那些很嚴格 現在很嚴格 內陸行先 對 現在說回香港 香港 大陸是 不管國內還是 國際線 都是這樣 都是很嚴格 都是很嚴格 只有一個醫療 但嚴格不代表安全 嚴格不代表安全 嚴格不代表安全 對 其實都是 我不懂的 我只是說說說 我沒有理會 我不敢 我不知道 我可能 未必 可能 我沒有肯定 可能因為這個事故 紀律高 令一些嚴格的規矩 但不代表安全 但你說起這個問題 我又想想 其他地方請機師 你現在說 你算是新一代 因為機師這個行業 其實也很久 對 假設 有沒有一個 六十五歲退休 大概 多少歲退休 即是你這個職業是四十年 四十年 即是你現在二十二歲 經常爆的二十二歲 年輕機師 是二十二嗎 是二十二 我又拿機初 咦 你看一看我 這個眼神是不是二十一 還想幫你減 我可以做到六十二歲 六十 六十歲 六十歲 即是是公平還是健康動物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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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一定要退役 對 即是其他地方也是 嗯 其他地方也是 但我聽過 以前台灣航仙 那些是找回 那些以前節奏機的 那些 對 對 上一代的機師 通常都是找回空軍 現在很多 即是外國那些都是這樣 即是內陸機 即是船長 不一定 總之在空軍 都會有 都會有 都會有空軍 空軍出身 因為以前他們只有空軍出身的機師 即是很少有在學校學出來 或者他們以前 即是大學都不會有這些 的程度去讀 OK 即是以前打仗的年代 學了拿飛機 即是 可能是速成班 但經常不lex 是開飛機 為什麼沒有進行 那些花衣 是有學生 可能是 kol scout 但我に助力 真是 比較多 除了檢視鏡 好 新杯 可以嗎 很近 我矮仔 機師應該不用 機師應該不用的 可能也要坐在駕駛室 看看能不能量度 基本上 你用駕駛才能夠按鈕 那也不行 正常來說都是1.6米 比婚者矮一點 其實要求不算高 還有聽力 聽力 事歷說了 普通的身體檢測 血壓等等 我記得上集說過 都是考慮你的應變能力之內的東西 需要知道你的智商要多少才可以 不用的 但其實之前很多的面試 檢測了你的智商 檢測你的智商 別人好像普通 一份工作也有 aptitude test 你說不用檢測IQ 那需要檢測EQ嗎 發脾氣開辦 有的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看到你的EQ EQ會檢測的 好 我不知道為何大家要放在大腿上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我覺得舒服一點 其實很重 其實很重 而且那個人比較輕 我覺得Ian最近有個模仿病 神經病 當然不是 好學不學嗎 你經常學買壞東西 我們好學不學 好學不學 我們繼續說 我們繼續說我們飛機的問題 剛才你說新高 但其實近視 你說你200-300 有沒有更過份的 更過份的 更過份的 是否要 在某些行動公司 其實 機關做了是不行 反而是不行 記住是不行 這個上集有講過 不過不可以 適猛 適藥 那些不行 弱視 所以近視是沒有問題的 很搞笑的 你開飛機 你開飛機也有個窗戶看外面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是嗎 不一定這樣說 你說怎麼看不到外面 不 外面你也有看到雲 不一定 因為我之前好像上集說過 初頭學我們是不會飛入雲裡面 好的 是 就是說天氣一定要很好 我們才可以飛到 或者不會太多雲 我們才可以飛 訓練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在一些很嚴重的情況 也會害怕的 因為你也會說 天氣清自己駕駛上去 又好地地 突然間遇到很大的天氣轉變 人會慌 你駕駛也會 突然撥一撥 然後駕駛駛的牌子撞下去 是啊 有時候 通常我們起飛機也會看天氣如何 有一次真的挺大風 可不可以說一下 那一次跟教練 不算是風設變的 不會 不算 但因為那次真的很大風 剛剛飛到一些比較山區的地方 那天是很天氣的 不過是很大風 飛飛一下整架飛機是 不止是搖 突然整架飛機是反轉了 就是塞了它那麼斜 有沒有害怕 是嚇一嚇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是突然間來的 突然間整架歪了 一下就等於吹了你半反了一半 即是你感覺到飛機向上 然後這樣 嘩 直走 但那個力是怎樣的 突然間又離心了 好像坐過山車那一刻 這樣衝上去 但你還要控制 即是那一刻其實飛機是 那幾秒鐘是失控了 你的人是彈得上天 藍手船船也彈得上去 那是不是很害怕 那時候沒有得怕的 你也要控制 你要知道這架飛機在做了什麼 然後你也知道 雖然飛機好像車一樣 前面兩個位置 後面兩個位置 然後放在後面一點 就飛向前面 那怎樣可以回覆它呢 那幾秒之後又穩定了 那次很驚險 那次最驚險 不過那一天就學習家聯 所以那次也很緊 因為那次未起飛才知道 其實天氣很差 不過教練說繼續去 其實Touch Food 真的沒事了 但因為剛剛之前 好像跟你訪問完 看新聞 就發生了一宗 喔剛剛發生的事件 是不是香港女學生 是不是女學員 我記得 你這樣 澳洲 是嗎 是嗎 我看那個 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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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沒有說過 以前好像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那這件事 是不是澳洲那邊 其實之前也聽過 之前也聽過 就是有些類似這樣的事 以外 也聽過 但不是香港人 是不是 那次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 那次是香港人 是啊 所以都是 都是類似是有些驚險鏡頭會出現 是啊 唉 小心點就行了 小心點 還有技術好一點 是啊 還有看回你那個 那個 就是學校的standard是怎樣 所以 我的經驗之前是很高的 所以都很嚴格 還有我們的事情是跟著 學校的要求去做 就不會自己亂來 如果你看到天氣或是很差 有些什麼事 你自己要立即認辯 或者立即通知學校 或者其他一些 OK 我們講完這些話題 又想問問你其他事情 輕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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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輕鬆一點 你說說到上次制服 制服 對 制服究竟有些什麼有話 有些假 好笑 究竟我們有什麼有話 我們只留意是空姐 我想問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我看見機師都是用一個行李箱 拿著沒有輪胎 很英俊的走過 但空姐一定是一個很噁心的行李箱 那不是多衣服要留嗎 是啊 多衣服要留嗎 你們想知道那個箱子究竟做了什麼 對啊 那箱子不是跟上機的嗎 跟上機是 是一個皮行李箱 很英俊的 即是一個箱子 那個箱子是做事的東西 其實都是做事的文件 不是自己的衣服和鞋物 不會的 因為那些可能是 你想方便什麼背包 或者你真的留在那個地方 可能一兩天 你都會拖個行李箱 但其實實際那個 四四方方的箱子 是載的那些 即是飛行 全部有關飛行的文件 飛行的文件 全部都是機艙需要用的文件 好像飛行的什麼行徒 紙筆 還有基本的東西 以及加上什麼 工作上的東西 你駕駛也有一個車牌 飛機也有一個 license 也要帶上相機 好 醫療的 身體健康狀況 身體健康狀況 是不是每次都要檢查 因為是這個 一年要檢查一次的 一年檢查一次 一年檢查一次 真的檢查一次 大型的 大型時候 是的 基本上是拿這些東西 那你已經說了制服 我們已經說了 好 回到制服 最搞笑的是 有一次訓練 通常我們會 摸來不換衣服 放學後 都在澳洲 是的 穿過購物店 直接去行商場 通常雲宵 吳鎮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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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服 周圍走 當然我們會 除了胎 除了我們 那些 帶柴 那些 那些 但我們進了 商場 進了超級市場 我們有幾個人一起 然後有些 有些 不是有些 Auntie 一走過來 請問 這裡有沒有可以賣那些東西 有沒有可以賣那些餅 那些什麼 還以為 我們是在那裏做 或者在商場 安全 在商場裏面 安全 或者是安全 我要買東西 有多少樓 是的 經常都會問這些 問題 有多少樓 經常會這樣問 但我們就不知道 給他什麼反應 其實不在那裏做 即是 The Uniform 就是很像安全 即是很像 那是你讀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是的 那是呀 又離開一點點 你上次不是說 我們節目完後 要去見第三波 interview 是的 現在狀況如何 現在都在進行 進行 進行 還有一關 還有最後 還有一關 要多少關才可以 我這個 我這個快速 所以有幾關 是的 快一點 就不同 就是 那上次出了什麼 你第三次 沒有三次 沒有三次 即是上一次 對上講 你說是 我們節目出了之後 一個星期 應該要去進行 是的 那進行什麼 沒有 之前進行一個是個人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英文 即是考英文 是的 然後最後一個 就已經是最終 好 那是最終的 進行的時候 有什麼 最終的 其實主要有兩部分 第一就是技術 問你全部書本學過的東西 問書 歷史多久 這個大概八九個字 只是問書問八九個字 是的 到時候會有一個船長 即是有一個船長 還有一個船長 還有三司會審 通常有兩個船長 還有一個HR 會看著你 接觸你 除了技術之外 會問你 想再看多一些你的性格 看看你這個人 真的會否適合 你這間公司工作 但是譬如 譬如 這裡 經過這麼多船長 有沒有很多人被篩選 當然有 但我的課程 就不會有很多人 因為 我的課程的項目 一定要 很多個小時 飛行你 對 加上一定要有香港的居民 才可以 就不同 普通的流程 想去報 那些人都可以報 那些外國人都可以報 除了那兩部分 就是 技術的部分之外 還有一個面試 就是 回到測試機 做一個檢查 就像一個 飛行測試 看看你能不能飛 明白 什麼時候知道預修 他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他也想知道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接下來 我們這個節目 完了之後 兩個星期 還是怎樣 你們還未知道 這次的回答 好 祝你成功 但你聽說 還有很多趣事 在飛行上發生 是啊 上次想問 Emergency 是不是 Emergency 前面有一條東西在轉轉轉 但是 那些 如果一個引擎 壞了 就沒有了 飛機 就沒有了 你要找一個方法 安全降落 所以有時候 你聽說 那些人會 沖下水 最後下海 可能會找到一些 公路 或是哥爾夫球場 比較通曠的地方 或者回到機場 幸運的話 我當然沒有試過這些 幸運 幸運 有一次 叫做 事件 就是 有一次 那時候已經在飛上雙引擎飛機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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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降落 已經 你想到畫面 是黑漆漆 好天 但跑道在中間 好像燈 提到準備降落 是很滑的事情 對 然後呢 你飛一下的時候 聽到一點點 很小聲 很小聲 接著 我就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平常正常 都比較靜 加上晚上 其實比平日口靜很多 那些要起落架 還是它本身是不需要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是一定收到錄 聽到一聲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 那時候是指導的 指導的 然後看一看 什麼事 不知道 又控制到飛機 繼續飛 回到飛機後 我們想 什麼事呢 然後下飛機 我們的飛機 有兩道門 就是它那邊 我們在那邊 打開飛機 已經是對翼 那個位置 打開一道門 接著 要是那道門 再到地上 你要有腳踏 這樣經過下去 就是 跳一級下去 然後看到 咦 為什麼我那邊 腳踏有些東西 黏住了 黏住了 什麼 你是不是說過那篇蝙蝠 對 我沒有那麼細節知道 但我聽過你講 這是我們後來 後來才說過 後來有跟我說過 對 那是一隻 有印象 對 那是一隻蝙蝠 很害怕 但如果其實 它撞到引停 會怎樣 即是真的搞了它 可能 真的會 會的 這些這樣的 因為開頭的螺旋像 飛機 就不同 跟Jet Engine 即是一個很大的線 塞進去 它那些可能 因為它前面 有一個位置 是負責散熱 那些 但如果你那裏 塞住了它 可能會阻礙它 或者阻礙了 轉那個 spinner 那個位置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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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定 卡住了它就停了 可能 但你又不知道什麼事 是不知道什麼事 但幸好就影響不了 引擎 但這個是預計不到 如果它撞到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 飛機最大的敵人 是雀鳥 大家都知道是蝙蝠 哈哈 你沒有撞到雀鳥 其實不是有些聲納的事情 令到它們不會撞到 嗎 可能 不會靠聲的 不過說完那隻蝙蝠 他發現 為什麼 questão Templ了 另一隻蝙蝠 我們再會比較少看 因為刻 Bull 我們無法看見 然後用車台的照片 只有一隻蝙蝠 即是 身體和另一隻蝙蝠 他檔 有點慘 然後 兩隻蝙蝠 讓到蝙蝠 我 我想問你如何去理它 第二天我叫另一個圖案幫我清理 因為實在太嘔心了 因為他很好人 謝謝 他有聽你的節目 謝謝 外國人 Thank you 你看到他的骨頭突出 這個很冷 應該是另一部分被引擎撞開 只是降落那一刻 只是降落那一刻 但都是預計不到的事情 是的 但如果你說著小鳥的那些 真的比較麻煩很多 因為我以前看的 不知香港有些電視介紹 有個很奇怪的職業 就是負責機場開槍的 是的 所以這個唯一是我們其中一個被小鳥的方法 就是 最大機會撞到小鳥其實是降落那一刻 起飛降落 起飛也是 對 為甚麼呢 低的 聽說你飛幾晚走的時候沒有小鳥 喔小鳥飛不上去 沒有小鳥 你會發現除了那些槍 就是嚇走小鳥 還有他製造的草很短 防止他們生產的東西出來 讓他們吃 所以製造的草很短 要保持草 對 但有些地方很窮鄉悲樣的地方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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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是要你自己小心 國內那些真的咬你 哈哈哈 國內甚麼事都可以發生 還有 第二個被小鳥的方法就是 靠機器才可以看到 不是的 你有沒有留意過 引擎前面 有個圓形 它就是中間那個位 要畫 即是有一個圓形 然後有一個圓形 這個圓形 有一些圓形的物體 或者是畫到有一個圓形 對 不是嚇他 這些其實他說經過研究 嚇走小鳥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說 經過一些研究人員 一些動物 或者動物 都是一些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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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聽聞 聽聞 另外一個同學也是飛夜晚 不過他這次不是撞到蝙蝠 就是撞到一隻袋鼠 怎樣可以跳上去半空呢 到底 蛤 他是起飛的時候 我在衝著 因為那些鄉村的地方 跑到很黑的地方 那些地方 周圍有些野生動物 不出奇 起飛的時候 即是懷疑撞到那些袋鼠 為什麼可以知道他們撞到袋鼠 應該是自己看不看 突然間很近距離見到那些聲音 對 又是看到的 不過那些時候他們是嚴重很多 然後看到 後來我們降落了才看到 原來我們前面的雙腰有很多血跡 而且整個雙腰是凹了很多 真的很大撞擊力 而且搞到一邊的油光是漏油 那一刻他沒有起飛 簡直是等於駕駛車去 那時候是在飛的 那時候是在飛的 做訓練 離開了原先起飛的地方 是很遠的地方 是另一個機場 哇 那這下真的厲害 怎樣回去了 那這樣回去呢 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再說 哈哈 自己叫 謝謝 謝謝 回到回來說 我們後半部分的 你的同學是撞到 代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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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怎樣發電 起飛的時候 撞到 但繼續飛 繼續飛 那時候撞到 其實不會下機體 為什麼下機體 為什麼下機體 的確應該馬上回到原先的機場 來看什麼事 嗯 但後來他們的導師指示指示 就算 就算了 飛了上去了 就不如的話 對 這個導師說繼續飛 但是後來 發覺 在油光在漏油 在半空中發覺 嗯 漏油 好像車在增好 有一個司機,就能看到 有這麼快沒有的 開始漏油 那就馬上離開 而且發覺看到有少許漏油 然後真的找到接近機場降落 他們下機就看到 對翼有很多位置是凹凹了 機身和機翼中間有少許爆了口 是分開了 這麼厲害 所以整對翼換過了 最後真的要整對翼換過 但其實那個機場距離我們學校是很遠的 所以要找車 把飛機拆件 然後坐車運到那邊 很大工程 很大工程 所以這艘飛機搞了半年有多 都才拿回來 但你說的漏油的問題 之前不是大家都看過新聞 有網友拍到那一輛國內人 是國內人 他的航機是拿著膠紙黏著 後來他回到那裡是專業的 是專業的教 其實是對的 他解釋得很正確的 但正路也不會被人見到 正路來說 你看過香港的航空公司 都比較少用這種手法 其實怎樣才能修補 當然定期有維修 其實當然有定期維修 但可能他們唯一省錢 真的有膠紙包著 但他們真的不會脫掉 是一些很皮毛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每次坐飛機 一架飛機不會百分之一百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 是最少工程式的東西 MEL 在那個列項上 我們對回 即是說 會不會沒有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起到飛機呢 所以有些東西 可能是你不能拿起了 不過是對整個飛機的 operation是沒有影響到的 那些是由工程師負責 工程師… 是的 如果這些是零件上的東西 這些是工程師做的 但當然入廠的東西 定期都會做一些檢查 小的A檢查 大的D檢查 那些真是很大型的檢查 只會拆整件 大型檢查其實是一年不做一次 是的 都很密的 都很密的 是的 立刻… 我想起那個帶子有點害怕 我想問一下 我經常看那些劇 你知道我是劇迷 看那些關於飛行… 《衝上雲宵》 好 你說了那個名字 《衝上雲宵》 有沒有那些破綻的東西 不是的 其實真的一個飛機師 或者真的做這個職業 其實不是這樣 有一點破綻的東西 純粹覺得他承認了 其實他是假裝的 美化了那件事 其實原來真正… 搞到很多人去做這個行業 其實真的會上那套劇 真的會有多人考的 那時候 多人的 是的 人們貪得意真的會考 我也知道 但其實實際裡面 比真的 當然要辛苦很多 比劇裡面那些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覺 每一集飛來飛去 那幾班crew 即是同一班人 同一班人 很明顯是沒有可能的 即是那些副機長 其實不會每次拍機 不會 你公司太多人了 你每次撈亂那些 一旦轉移 可能你整個行業 在那個職業裡面 可能見過那個船長一次 都不定的 即是拍過他飛 可能會整天撞到他 又不出奇 但沒理由每次都是這樣 這是講緣分 即是我知道空姐一定是 空姐可以自己選擇 不是 但很多人都不一樣 她說不可能 即是她說 即是我們前幾天做了一個工作 有幾個女生模特兒都做了空姐 她就已經看到對方 不知道幾年前跟你拍過 你還記得我 但已經忘記你的名字 但大家認得對方是一個 即是大家一同一個旅程 然後他們告訴我 即是經常遇到同一班人的機會率 是很低的 是的 剛才我們也說過 還有一些謬誤 你說過機場和那個 對 很遠 最奇怪是他們 即是下班之後 即是去喝酒 即是立即去喝酒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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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不太有趣 他就留在機場裡 那個 有個酒吧 即是在Lounge那裡 很明顯是香港的景 是的 香港的景 很明顯 其實很正常 通常 你飛完後 你很累 你不會留在那裡 你會趕著回家 即是 早點睡 對 然後 還有就是 在他們受訓的地方 經常下沙灘散步 對 其實那裡是赤柱的地方 不是 那裡都是在澳洲那裡 都是在南澳 我怕是在長洲 那裡不是 但是 實際上他們的學校 跟沙灘的距離是非常之遠 即是 車情是大的 可能是為了劇情 我想是的 這件事還可以理解 但你有沒有看穆村那部 那部 那部沒有看 夢想飛行 那部沒有看 那部我看了一些 所以要強調 我不是因為 為了看幾套戲而 而考這些 哈哈 那倒是呀 做沖繩雲屍的時候 我猜你只有十歲 十歲 四五年前 初中 十年前 也有 初中 沖繩雲屍誰是十年前 九 不是九 零 OK 零三四 我們講劇 零三四 零三零四 是呀 是呀 他也是很小 我在想 為什麼我會這麼記得 就是當時 沒有出了一個角色 就是 胡鼎欣 胡鼎欣有份做的嗎 有 控者 是嗎 但他好像是吳鎮宇的妹妹 那個角色 是嗎 我完全不記得 他是有一點感情線 但他不是主線 但他每一集都會出現 而有很多人 當時有很多人 就跟我說 咦 不是說我是吵吻你 就跟我說 咦 你不是衝上雲燒那個女生 然後我才開始找這個女生 原來他叫胡定欣 那時候 他就說你像 那時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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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氣了 我有些工作 對 對 OK 這個是趣事 對 那時候 其實衝上雲燒已經是胡定欣 因為他做了很多年 他剛剛是衝上雲燒發跡 我繼續是 飛躍女演員 競選 這些才是 唉 我也不知道 等於說的是 off track 是很搞笑的 先回到飛機 我可以說什麼 你聽 為什麼我會很 你說這件事off track 對 我們先回到飛機 但我們之前有問到你說 例如一些飛機 你會駕駛不同的型號 就是747 我不知道 可能駕駛超大型 正常來說 其實是不會亂來混亂 不會亂來飛 因為每個飛機的系統都不同 所以 如果你駕駛那架 其實你都會 留在那架飛機那裏 做的 即是你安定在那種型號那裏 OK 但你又可以移動去其他 這種可以的 會不會高些工資 其實我駕駛大這架飛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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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駕駛大這架飛機 安全一點 我又可以穩重一點 但可能你做了幾年之後 可能你想去 或者公司 要你轉到另一個型號 那裏 當然你會去考一個試 去考到那架飛機的 我們叫做 這樣就可以 但這種你都知道 飛機裏面有波音和空中巴士 這兩間比較大的生產商 但是空中巴士是有少許不同的 因為它設計出來 每一種型號 駕駛大這架飛機也很相似 即是可以220你上手 所以它想出來的事情 如果空中巴士的型號 可能有A330和A340 那兩種型號 它是可以混亂來駕駛的 主要是混亂來駕駛 因為它們兩種系統很相似 而且你進入去 你應該會覺得很相似 所以你再取得一種 可以混亂來駕駛的 但你會不會特別想駕駛哪個型號的飛機 總會有 其實每個人都有 即是它自己的型號 那你是什麼型號 我是一個空中巴士人 空中巴士的人 其實有分派別 其實有分派別 有分派別是怎樣 即是你讀的時候 已經有分派別 我是空中巴士的人 我是空中巴士的人 但其實沒什麼所謂 都是飛機 總之是個人喜好 但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那種系統比較好 空中巴士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很多東西都電子化了 它很先進 它就不同 好像波音那些 可能有一個軚盤 它就比較傳統一點 但它那一款是靠 你的輸入到一些電腦 然後全部都用電子化了 就不會跟 又不會像好主機一樣 不會有主機 或是有一個控制 扣著一些電子 就沒有了這些東西 即是用了電腦 那種就是一種 好像打電腦 一個雙手掌握著 反而前面的空間 就大了很多 因為它沒有一個軚盤 那現在世界上最大的 最大的A380 也是Airbus 你看到它有很多 有沒有興趣想駕駛 我想每個人都很想駕駛 但駕駛艙是否跟它類似 其實跟其他Airbus都差不多 當然它的系統大一點 如果我問一下 好像之前有電影 我講過那一部 什麼呢 2012年 那個人真的無端端可以駕駛飛機 即是等同於 其實真的有一個飛機放在這裡 你現在已經很危急 真的有油就真的可以上去駕駛 其實理論上 其實可以 即是如果你是有一個 即是鄧子豐很危急的時候 他可以衝上去駕駛飛機 離開了 然後他是巴士光年般飛 和文德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 其實每一架飛機都是 類似的概念 對 做一個概念差不多 直升機是否會駕駛 直升機不同 因為整個概念完全不同了 你也是叫飛機 上集 直升機 直升機 直升機算是一個飛機 對 但我現在講的是Fixed Wing定義機 駕駛飛機的概念差不多 對 好 但譬如 當我現在是很想去自己 學駕駛飛機 以我現在一個20到問的年齡 還可以嗎 絕對可以 可以 可以有什麼途徑 好像我們公司 哈哈 還砍下去說 真的挺漂亮 對 有個課程 它是PPL 專門課 拿一個私人飛機牌 有些比你年紀更大的人 也有 三十多歲 對 對 其實 不太辛苦 因為你不是全時讀 對 就當是教授這樣讀 是可以的 那你只讀一些理論 然後你便去外國實習 即是去外國實習 即是去外國實習 那你用自行飛機牌的 那是用私人飛機牌的 那些 license 對 但我們突然想起 如果是舊的飛機 舊的飛機 會怎樣 廢料處置它 但因為之前看上網 又說有一堆 有個機場 擺滿舊機 是的 其實那裡是哪裡來的 那裡是 美國 阿里桑那 其中一個沙漠 一個沙漠 沒有 一個沙漠 一個沙漠的地方 為什麼 不知道 喜歡飛機的人 可能去探望也好 即是現在很多那些舊 即是那些舊 舊舊 舊舊退役了的飛機 全部都放在那裡 泊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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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項 有些可能會拆它的舊件 有些可能太舊的 簡直是不可以再去 補充到 或者是不可以再二手賣出去 那些 那些就可能要棄置它 但可能會拆掉它裡面 有一些有用的零件 這樣就可能 放在一些 另外的飛機那裡 這樣用 但是那地方超大的 那地方 其實我也有些少資料 我之前做了少少 research 做他的工作 其實那裡是放了四千架 美國Air Force的飛機 全部Air Force? 對 Air Force即是空軍 空軍 即是空軍 其實那裡是軍事基地 你不是說過 其實那裡是一個 軍事基地 你不是說過 一千四百三十架 對呀 你說Air Force 一千四百三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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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場那麼大 好像香港的航空軍 都會把飛機買 或者暫時不飛 因為先剪掉航線 就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對 放在那裡 先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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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不可以做Tom Cruise嗎 即是Top Gun 我這些電影看太多了 對呀 例如你 一定有可能 因為真的有人拿這個 但是你 不知道 有香港人做到嗎 香港人 一定有 真的有 你可以去什麼 去美國 如果你有那裡 一定要有那裡 國籍才行 你去香港沒有 明天就移民 對呀 但那些是 即是你去美國 或是澳洲 你去香港國籍 就加入那裡 風力向兵運行洛隊 那些 就是當身為風力 要不需要先知道 普通運動機 不一定 但他們有類似 類似艦航空軍 跟普通運動機 也很像 就是我不會踩車 也可以學習開運動機 上次我問你這個問題 理論上是可以 只是世界無限可能 還是平衡不去 可能又是巫師子通通 坐上去懂得握,你怎知道 我懂得握一下,但不懂落那一刻 沒有問題 等下下來下來才是最痛苦的事 但他們的體驗是完全另一回事 那些嚴格很多 直接要做體能,當軍事訓練 他們要懂得開槍燒槍 我想問,你們要不要有什麼降落散? 你們有嗎? 不需要 我們這些不需要 我一直都有 沒有的 我小時候坐飛機,我沒坐過第一次 你以為下面的水泡是降落散 我也是 我知道你 我真的以為,我真的以為那個是降落散 人家的空姐一開始已經告訴你 那個是吹啤啤和吹啤的 因為最後知道 為何那個原來是水泡 你掉下水,等待夠久 我小時候以為,他不是有兩枝東西嗎? 我最終以為是一拉就會 原來呢,只是吹掌隊 其實是救不到我的 其實就是在水泡裡面 你很失望 不是啊,那個是可以的 一拉就立即吹啤 你拉故障的嘛 但他不是在後面 他想著一個過落散 我以為 我以為 我們那個空姐呢 會叫我們在機門上 那好啦,拉啦 然後一跳就叫你拉 跳下去的第二秒,你就拉 然後就吹啤 那你就可以落散 那下一個乘客 那你會不會在前面的安… 即是前面的位置 你那張安全卡 會不會有一個圖 看著 看到那些人 看著那些人 看著那些人排隊 打開門 不是啊,最後一張東西 那一條滑梯的 是每個人 一滑到那些水 不好意思 他想得很理想 一定是我 他想得很理想 但其實為何做不到 即是很貴成本的嗎 他如果是這樣做的 是純粹貴成本 所以是做不到而已 還有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那理論上大家… 如果你的飛機 那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那些人要跳下去 出事啊 引擎好像 出事的嘛 你已經用不到 出事的嘛 出事的嘛 究竟是怎樣 你不會的 即是如果你正常 你跳三個飛機 都是正常的 你怎麼跳下去的 是不是 如果你的飛機 真的實控這樣 你哪有時間跳 我想你也不會有時間 空間打開門 收起來包袱子 你跳 而且你飛機的時候 沒有辦法打開門的 因為你的氣壓能 頂住 你頂住 我想只可以 跳散那些人 即是已經 教練說 跳你到 這樣 一個人騎著你 原來是沒有 我實在以為 我實在以為 你有沒有跳過山 沒有 不敢 你不是偉高的 不會偉高 不會偉高 而且你飛機的時候 不會怕偉高 全都是圍著你 那是正常的 沒有想著跳 不想 太刺激了 這種運動太刺激了 我最初真的以為是這樣 即是 途生 我最後覺得 搶水泡 我懂得游泳 就行了 沒什麼意思 嗯 水泡 你滑吧 但滑滑梯 我覺得那裡 都很笨 我覺得這個 很笨 你沒有看過嗎 真的有滑滑梯 有 當然有 吹像它 萬一拉 吹不像你要自己這樣吹 但其實平時你們用不需要 你用摔滑梯 摔滑梯 摔滑梯 你不看那一條 但你平時想不需要做 舊火演習 我們也要這樣試一次 船艦要訓練這些 全部要 不是空姐做 機長你們也要認識 大家都要認識 全部都要認識 你也要跳下去 對 予告文也是你說的 予告文 你之前有說三個飛機師 我聽你說過 是什麼 三個飛機師 我們又講漏了話 很快就講 很快就講 三個飛機師 其實根據你的飛機 第一 你那種型號 因為舊式的飛機 那些儀表 不是那麼Digital 一個圈一個圈的Gauge 以前舊式的飛機 沒有那麼自動化 前面有兩個位置 正機師和古機師 後面也有多一個位置 就好像向著一面牆 有很多儀表 另外這個位置就是 是一個飛機工程師 負責去監視所有的飛機系統 所以要有三個飛機師 這些算是舊式的 現在淘汰了沒有 即是像747那些 現在還沒有淘汰的嗎 有些沒有那麼有錢的飛機 他們都在用這些比較舊式的飛機 所以有三個飛機師 第二 為什麼會用三個飛機師 或者四個飛機 是因為行次的問題 基本上你是八個小時 輪流渣 即等於 八小時以上 基本上要三個飛機師 因為大家都需要有時間休息 這是法例規定的 那他坐在一旁邊睡覺 不是 他們有一個… 我們叫Bunk 即是裡面有一張床 我以為他躺在鼻子上 不是 基本上是有一個休息室 即是有些飛機是上下層 即是長途機 或者有些是在地牢上 有間房子給他睡覺 還有空姐也有一個房子 所以十個小時就可能要四個飛機師 但有些是我飛去美國 那些一定是四個 即是交換時間 即是輪班 有人一半一半 平均分回飛行時間 但其實如果是… 我不知道 做安檢的時候 做安檢的時候 譬如你檢查你們機師 會不會有些分別 沒有分別 跟空姐一樣 你碰碰碰碰 指甲鼻子就過了 當然不是 你也要過X光 也要過X光 因為那時我去美國 我說起安檢 突然又是醒起 其實很隨便 即是911之後 其實是剛剛 我不知為何 我覺得他們依然內陸機 那時我去美國 是由香港飛去日本 日本有長途機飛去美國 一個不知什麼鬼的地方 然後再接內陸機去紐約 內陸機那一層 我是害怕的 我那一刻是害怕它安檢 因為不知道 你剛剛發生完那一宗 那麼嚴重的事 你經常坐飛機都有一些恐懼症 那一刻 然後坐飛機的時候 即是臨上飛機 你知道美國那些大隻佬 又是很肥又很大隻的 他們就檢查你 真的從頭脫到腳 檢查你所有的東西 一定是穿到襪子都沒有 才讓你過得去 那時候我覺得是很害怕 坐飛機這麼多年來 最害怕的也是那一段 現在不像飛機 旅遊包也很害怕 旅行團我也不跟著 其實你平時綠路的危險 是比飛機更高的 對 沒得怕 未來我們還會去台灣 我們已經約了 我們已經是會去台灣相聚 自己已經拿了 這張去到台灣這麼有趣嗎 對 自己拿去的嗎 自己拿去的 在Mega Box拿去嗎 對 Mega Box拿去的 其實他說這個聖誕節 是多了些什麼 是否像我們剛才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 就是講這個Apps 講Apps裡面 就是Angry Butt戴上聖誕帽 是否你戴上聖誕帽 就把聖誕帽當成聖誕帽 會不會是這樣 我想你要戴上聖誕帽來學習呢 其實會不會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他現在已經進行中 這個 對 多了些什麼 多了些什麼 但為什麼這裡多了些什麼 他沒有寫 寫這樣 那想知道多了些什麼 就要自己去體驗 自己去體驗 自己去體驗 要打電話問問我們 打電話問問我們 打電話問問你們 我也是叫你來體驗的 最後也是 對 今集我們還有一個 都會多一個人 我們都會送這一張 送這一張 這個更厲害 聖誕帽要看 聖誕帽 飛人是燕板 其實我們過了聖誕帽 是不是 結束聖誕帽就說吧 那就留回聖誕帽 OK 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飛了 好吧 好 OK Thank you 拜拜